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恋爱达人秘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恋爱健身操 同步舞出甜蜜节拍 二情党花园 共栽培绽放的爱情之花 三爱情喜剧舞台 演绎专属我们的欢乐时光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恋爱健身操 同步舞出甜蜜节拍 当然恋爱健身操 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微笑的概念 实际上是一种将浪漫 与运动结合的创新尝试 想象一下 一对情侣在健身房里 不是各自戴着耳机 在跑步机上孤独奔跑 而是手牵手 一起跳着有节奏的舞蹈 同步坐着俯卧撑 或者在瑜伽垫上 互相帮助完成双人体式 这不仅锻炼了身体 也加深了他们的情感联系 现在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运动能够释放内非态 这是一种让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 俗称快乐激素 当两个人一起运动时 他们共同经历了这种化学反应 这就像是大自然的爱情药水 让他们的情感更加紧密 其次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共同完成任务 能夺得一种团队精神和伙伴感 恋爱健身操 就是这样一种共同任务 它要求两个人协调一致 彼此信任 这无疑会加深他们的关系 而且 当你的伴侣在做最后一次 令人疲惫的卷富时 你给予的鼓励 可能比任何情话 都更能触动人心 再来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 恋爱健身操 也是对传统恋爱模式的一种颠覆 在过去 浪漫的典型场景 可能是共进烛光晚餐 或漫步海滩 而现在 一对对情侣选择在汗水中找寻浪漫 这反映了现代社会 对健康生活方式和平等伙伴关系的重视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 恋爱健身操 也是一种极佳的社交活动 想象一下 一群情侣在一起跳舞 他们可能会互相学习动作 分享笑话 甚至在健身操结束后 一起享用健康餐点 这样的活动 不仅能够增进情侣之间的感情 也能够建立一个积极的社交圈子 总之 恋爱健身操 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 更是一种培养情感 增进理解和享受生活的方式 它提醒我们 有时候 最好的锻炼 不是那些让你汗流加倍的重量训练 而是那些能让你和你爱的人 一起微笑的活动 所以 下次当你考虑如何增进你的恋情时 不妨试试恋爱健身操 让你们的心跳和音乐节拍同步 舞出甜蜜的生活旋律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党花园 共栽培绽放的爱情之话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 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 爱情 但是 我们不是要在月下许愿 也不是要在星空下失忆的凝望 而是要穿上我们的园艺手套 拿起心灵的铲子 一起进入那个充满奇迹的地方 情感花园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花园的基本构造 情感花园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进入的 它需要两个人共同拥有的钥匙 相互的吸引和兴趣 一旦进入 你们就会发现 这里的土壤是由理解和尊重组成的 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源 则是由沟通和信任汇聚而成的 在这片土壤上 爱情之花的种子需要被悉心播种 但是 别忘了 种子的品种千差万别 有的是浪漫的玫瑰 有的是稳重的郁金香 还有的是野性的向日葵 选择哪种种子 取决于你们共同的个性和喜好 种下种子后 就是日复一日的培育过程了 这里面有一些小技巧 比如说 爱情之花非常喜欢阳光 也就是笑容和幽默感 如果你们能经常用 这些阳光照耀彼此 那么爱情之花 就会生长得更加茁壮 但是 也别忘了 任何花园都会有杂草的 在情感花园里 这些杂草可能是误解 忽视或者是冷漠 你们需要及时拔除这些杂草 否则它们会抢走爱情之花的养分 让它们枯萎 在这个过程中 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害虫 比如嫉妒或者是自私 这时候 你们需要一起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像园丁使用天然的杀虫剂一样 保护你们的爱情之花不受伤害 最后 当爱情之花绽放时 你们会发现 所有的辛勤劳作都是值得的 因为那一刻 你们不仅仅是看到了一朵美丽的花 更是看到了彼此心灵深处的美好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拿起爱的铲子 浇灌情感的水 修剪理解的枝条 让我们的情感花园里 爱情之花盛开得更加灿烂吧 记住 爱情就像原意 需要耐心 细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现在 让我们一起动手 让爱情之花在我们的心中绽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情喜剧舞台 演绎专属我们的欢乐时光 当然 爱情喜剧这个舞台 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化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分 它就像是生活中的调味品 没有它 日常就会变得索然无味 那么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欢笑与爱的世界 探索那些让我们心跳加速 同时又能让我们开怀大笑的故事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爱情喜剧的剧本往往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误会和巧合之上 想象一下 一个男主角和女主角因为一场意外的相遇 而陷入了一连串的混乱之中 或许是男主角误以为女主角是她的网恋对象 而女主角则以为男主角是她那讨厌的上司的亲戚 这样的开端 无意为一场场笑料铺垫了基础 接着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经典的桥段 比如假扮情侣以逃避家庭聚会的尴尬 或者是在一场华丽的化妆舞会中 不小心爱上了一个神秘的陌生人 这些情节虽然老套 但每次出现在舞台上 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因为他们触动了我们对浪漫的渴望 而幽默的元素 往往来自于角色的夸张表演和机智的对话 想象一下 一个笨拙的男主角在尝试向女主角表白时 不小心说出了一句荒唐至极的情话 比如 你就像是我的无线路游器 没有你 我的生活就没有信号 这样的笑话 虽然有点糟糕 但却能让人在尴尬中发笑 爱情喜剧的魅力 还在于它能够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烦恼中逃离出来 即使只是暂时的 它提醒我们 生活中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而爱情 就是最大的惊喜之一 最后 不得不说 爱情喜剧的结局 总是让人满意 不管中间发生了多少疯狂的事情 男女主角最终总能克服一切障碍 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 这种幸福永远的结局 虽然有点不切实际 但却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舞台剧院里 观看一出爱情喜剧时 不妨放松心情 享受那些专属于我们的欢乐时光 毕竟 生活本就应该充满欢笑和爱 不是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恋爱健身操 情党花园和爱情喜剧 这三个有趣的话题 通过深入分析和幽默的讲述 我们发现了这些活动和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 恋爱健身操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 更是一种培养情感 增进理解和享受生活的方式 它让我们意识到 在寻求浪漫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通过身体的运动 来加深我们与伴侣之间的情感联系 情感花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爱情之花的舞台 在这个花园里 我们需要悉心照料 耐心培育 才能看到爱情之花的绽放 同时 我们也要警惕杂草和害虫的侵扰 保护我们的爱情 不受伤害 爱情喜剧是生活中的调味品 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烦恼中逃离出来 享受一场场欢乐的演出 它让我们相信 爱情中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而幸福的结局总能让人满意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恋爱健身操 情感花园和爱情喜剧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经历或故事 想要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期待你们的留言和讨论 让我们一起舞动甜蜜的节拍 共同创造属于我们的爱情之花 享受专属于我们的欢乐时光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